我們剛剛也談到奢侈稅的議題 包括了私人遊艇飛機 或是價值超過50萬元的會員證 像是高爾夫求證 都可能會被列入課稅名單 不過像是現在的汽車的 這樣的一個車商 他們有新做法 我們掌握訊息 現在車商可能會把定價策略 有所因應 300萬出頭的車款 可能會刻意把定價 壓在300萬以下來避稅 360 那你知道現在政府要課奢侈稅 超過300萬多要課稅嗎 現在知道了 好貴 還好我先買了 聽到奢侈稅課徵名單 鎖定價值300萬以上的汽車 這位先生大呼賺到了 因為家裡的百萬名車就有兩部 其中一部買了不到兩年 真的要慶幸買得早 不然一台車300萬 課10%的奢侈稅得多付30萬 不過車商也評估 對於經濟能力在頂端的金字塔足 車子稅不會有太大影響 有錢人對這種感受 汽車的感受是很重的 覺得影響應該不至於太大了 頂級客就算多繳點稅 嘴上抱怨 恐怕還是車照買照開 不過也擔心影響車主的選車意願 根據了解 已經有部分的車商開始演理對策 針對售價300萬出頭的汽車 可能考慮在定價策略上稍作調整 價格正好定在300萬門檻邊緣 協助車主避開車尺稅 也算是對頂級客的貼心服務 只是到底要怎麼調整 就看磕稅細則怎麼定 車廠這邊會有它的另外想法嗎 我還沒想到這些 看看台灣車主們最愛的車款 比較高價的賓士還是B&W5系列 也至少磕10%的稅要多付32萬元 其他像是歐系的名車車款 300多萬元也得多繳33萬的稅 車商巧妙調整價格 對消費者而言當然是奢侈稅 能避就避多少省一點 總結新聞賴雅婷 詹浩凡台北報導